大家好,歡迎收看初歌學投資,我是李國慶 ISM製造業指數是反映美國經濟的一個前瞻性指標 與GDP息息相關 美國供應管理協會,簡稱ISM,是全球最大 而且最具權威性的供應與採購管理專業組織 ISM發布的指數被認為是觀察經濟的最重要領先指標 ISM製造業指數涵蓋20個大型產業,對400家企業進行調查 統計內容包括新訂單、生產、雇用人數、存貨、原料、價格等等 ISM製造業指數以50作為製造業景氣程度的成衰分界線 高於50顯示製造業擴張,低於50意味著製造業萎縮 40是關鍵水平,失手40經濟很大機會陷入衰退 ISM製造業指數被視為經濟的呈雨表 金融開啸期間,指數在2008年2月開始失手50的成衰分界線 低至同年12月的32.9才見底 美國GDP亦在2008年首季見紅 到第四季,更錄得-6.3%的26年新低 總結而言,ISM製造業指數是經濟前瞻性指標 以50作為成衰分界線 失手40便要小心經濟有衰退風險 下次見見 感谢观看